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來到台北市中原街117號的念念面線專門店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今天台北市天氣不錯 這個名字不太好念 念念面線專門店 那用餐區感覺有點像咖啡店的感覺 好,朋友啊,很簡單 那個Menu的話就是三種 大腸、盧拉麵線跟綜合麵線 老闆你好 你好,表演什麼 那請問一下這個店名為什麼這麼特別會叫做念念面線專門店 有個這家店是叫做懷念馬拉格仔麵線 它是一家20年的老店 我想要重新rebranding過後 變成一家有懷舊味道的店 而且帶有這種全新的裝潢 對 我想說讓客人有一個很溫馨的用餐空間 做的一個算是 我懂了,就是你等於是把你這個母親那一代 父母親那一代老店 然後融合成你現在想要的元素 這樣 它是我表哥 是我表哥爸爸的店 我把他穿過來 對 是 好 那這裡就有這個 捏捏麵線 喔,這邊就有寫啊 其實 這裡有寫的 OK 那這邊先拍一下 這邊是麵線 這邊是調料區 好,那我就要一個綜合麵線內用 綜合麵線內用 對 對 然後 料可以單點嗎 想要再加一份蚵仔可以嗎 沒問題 好 加一份是要學的嗎 喔,好 可以直接放上去這樣 沒問題,我再放上去 OK,謝謝 謝謝 好,那老闆就是一個小帥哥了 那 店的原子是在這邊嗎 對 原本是在林森北路 那是20年前 大概 20幾年前都在林森北路 之後就有穿過來 喔,是 好 其實還蠻大碗的 對 其實 碗粒很大 好,在這個 IG上有打卡 有看到這個蚵仔很大顆了 對 然後再板一下一份 OK,謝謝 應該是冬死吧 應該 對,是冬死的 是冬死的 OK 好 還有這個 肥... 吃吃大腸 但是大腸油王去掉了耶 對 欸,這是小腸 怎麼只有褲小蛋跟大腸 喔,小腸跟大腸 小腸就提升他的口感 那也是 大腸就是他的味道 好,是 就算一個層次這樣 嗯嗯 了解 對 想要不找大腸一點 對 好,所以可以發現老闆是個帥哥 好 我也把它搭上來 OK 好,所以這邊就是有小腸跟大腸 對 好,您是帥哥沒錯了 謝謝 哈哈 要大嗎 要,小大謝謝 好 OK 難得拍到帥哥要多拍一下 很像偶像的感覺 謝謝 老闆只輸我一點點而已 哈哈 開玩笑的 確實是輸你一點點 哈哈 開玩笑的 OK的 讚喔 好,這樣就好了喔 好,那現在這樣一份就好了 看起來很精具 好,事實上我的感受是 老闆這麼客氣的話很加分 然後他對他的產品 讓我感覺他是很用心很細心 就是 不只是一碗麵線啊 好,現在就吃吃看 然後感覺蚵仔真的很大顆 好,現在吃吃看 然後這個腸子裡面老闆就有說明過 有大腸有小的腸 好 喔,很好吃耶 好,這個是很衝擊的一瞬間啊 好,這個店看起來就像是那種咖啡店的感覺 但是吃在嘴巴裡這個麵線是很傳統的麵線 我覺得老闆真的可以考慮看看賣個咖啡這樣 咖啡配麵線這個感覺應該不錯 那種衝突的感覺真的是很強烈 視覺的衝突力 好,再吃吃看這個大腸 好,吃起來就很傳統 然後湯頭應該是有柴魚湯頭 然後麵線稍軟 但他這個料的味道是很美味的 好吃 好吃 這個視覺的衝突讓我覺得很加分 嗯 很棒啊 那蚵仔就很鮮甜 就是把這個 蚵仔麵線的這個視覺效果整個都提升了 不是那種黑黑就就的那種店 而是那種很清新明亮的店 嗯 好讚喔 很讚喔 那小腸就有豬小腸 欸,豬腸的味道 蚵仔很新鮮,很鮮甜 然後跟著麵線很搭配 嗯 很棒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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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起來真的是很享受喔 精緻美味 然後價錢也不貴 嗯,好吃 好吃 讚喔 但是目前我吃起來覺得這個湯頭還有這個配料喔 很強喔 嗯 嗯 喔,真的很好吃 感覺湯頭好像還有蔬菜的甜味 嗯 嗯 嗯 感覺有那種蔬果的甘甜味 嗯 好吃 讚 謝謝 好吃啦 朋友啊 很用心的店家 啊 記得我這個蚵仔是加了一份了 所以這個 如果你想要跟我吃一樣的 就要再加一份蚵仔 嗯 嗯,很好吃 老闆這麼親切,店這麼漂亮 那就決定是滿分了 好吃 很鼎雅的味道 好,那這個感覺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個 麵線很傳統 但是店很漂亮 像咖啡店 讓你會感覺這個視覺 非常的強烈 然後用餐感覺會 很有視覺效果 哈哈哈 感覺是可以帶 帶男女朋友來這邊用餐 然後聊聊天那種感覺 不是那種傳統麵線店 嗯嗯嗯 好吃 好,剛剛老闆有講這個 曹天椒也是自己炒的 它這個麵線就感覺 湯頭跟麵線還有料 是合而為一的感覺 現在嘴巴裡吃到 是三種是分開的味道 然後最後會合而為一 嗯,好吃 雖然它麵線稍微軟一點 但是 這個 口感我是很喜歡的 這個湯頭的綜合的味道 我是很喜歡 嗯 很好吃 好,再來就是大口大口吃了 有這麼大碗 剛裡面已經招過了 那我就 大口大口吃了 麵線就是大口大口吃 這樣吃起來很過癮 嗯 然後這邊這個就是肥脂脂的大腸 但是有去油 好,好吃喔 好 好,非常棒 好,那很用心的添加 就建議各位朋友來吃吃看 讚 好,那這個筍絲切得很細啊 就在這個湯頭裡 要仔細看才看到 那這個就是筍絲啊 所以有它的這個甜味跟口感在裡面 但是是淡淡的淡淡的 這整個就是提升這個麵線的口感 好,很棒 好,店內乾淨明亮 好,原本是有音樂的 是我請老闆不要放的 好,整個檯面就很清潔 好,很清潔整結張 老闆是帥哥 還沒有理由不來嗎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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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還是重複講 因為這個帥哥比較少見 所以多拍一下 好 謝謝 通常我都是拍到美女比較多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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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放在這台那邊 謝謝 謝謝 你看,有人一買就買那麼多碗 好 謝謝你喔 OK 不好意思 不會不會不會 好,謝謝 發出 好,謝謝 謝謝 好,老闆請加油 好,謝謝你 掰掰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來到台北市中原街60號的 中原街腰子東粉 這是這一間店正面的樣子 喔,很久沒有來了 好,這個店家是沒有招牌的 所以要細心的看一下 好,那菜單就在牆壁上 等一下我會再拍一次 老闆你好 你好 好久不見了 你好 最近好嗎 還好 還好 哈哈 好,那我今天就要點我之前沒有吃過的 腰子乾簾冬粉 這邊吃 好 謝謝 肉辣嗎 小辣,謝謝 好 好 不過,如果有做招牌 客人不是比較會注意到您的店嗎 還好耶 還好 我這老店 好 那可以貓咪問一下已經有多久的歷史了嗎 我是五末 超級老店 好,那老闆說他有在看我的影片 所以可以算是M粉 那M粉來就是這個 打折嘛 打到骨折 打到骨折 我是開玩笑的 哈哈 雖然這樣講比較冷一點 哇 哇,腰子那麼大片 然後這邊就可以聞到是高湯的味道 好,謝謝 好,那用餐區就蠻寬敞的 好,菜單就在牆壁上可以按讚評鍵看 那我就點這個最高加125 朋友啊 現在這樣就好了 現在要吃看看 好,現在就吃吃看 算了,我覺得我料抬不起來 好,湯頭就很清甜 雖然沒有看到 但是裡面應該放蠻多大骨的 應該啦 軟,嫩嫩軟嫩嫩的腰子 它是嫩嫩脆脆的 好吃 可惜M嫂不敢吃 有很多好東西你要敢吃啊 這樣才會吃到美味啊 然後還有這個 很多粉絲喜歡的 酸菜 我幹嘛打結 嗯 好,加酸菜之後它這個湯頭就更棒了 建議可以割一點 也不要割太多啦 割太多就會影響口感 然後這乾點肉 嗯 嗯 乾點肉很嫩 嗯,好吃 不愧是這個 將近60年的老店 好吃 好,在這個 稍微有點冷冷的天氣 這樣吃一碗 真的是很過癮 很棒 說它補身,但是也 感覺沒有到非常 非常的 中腰味非常的重 這是清甜清甜的 就是那種溫補感覺的 湯頭 應該正確講就是 是 溫補的食材啊 然後但是沒有 沒有中藥湯頭 好,我有詢問老闆 所以確定沒有中藥湯頭 就是都大骨 好吃 既然這麼用心的話 當然就還是給它滿分 歷史這麼悠久 然後老闆又是粉絲 所以就滿分了好不好 我吃 但是來你可能要仔細找一下 不是那麼好找到 因為重點是沒招牌啊 然後附近也不太好停車 沒有停車格 所以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我趕快吃我就要閃啊 然後隔壁座的小姐也是 好吃 等於這個裡面有兩種口感 這個 嫩脆脆嫩脆脆的腰質 然後加上很甘甜的這個甘臉肉 然後很有口感的冬粉 然後再加上大骨高湯 還有酸菜 還有點辣 組合成這個傳統的美味 好吃 好,就等各位朋友可以來品嘗看看 好吃 好,就是這一個很傳統的景象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好,這個翻外版 請老闆看一下 真的是有豬大骨 所以湯頭很甘甜 謝謝你 好,這樣各位朋友可以放心的用餐 掰掰 我看你有沒有去 program 很好 好,那位